彭亨博朗埃补选 这场补选竞选期就倒数剩下四天而已了 而社交媒体正在疯传一则 一党树立主席端伊布拉辛 将会担任彭亨州州务大臣的贴文 而这个贴文就引起广大选民的热议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贴文的内容 这个贴文就有指出 国盟彭亨州主席赛夫丁早前 就暗示如果国盟在布朗埃州议席补选区的胜利 国盟将会走后门夺下彭亨州州政权 也有传闻指出 如果国盟攻下这个选区 国阵将会有四位人民代议室 也就是说四位州议员 会支持国盟领导的彭亨州新政府 那么呢看回彭亨州的这个州议 彭亨州呢是一共有42个州议席 在这个去年的大选的时候呢 国阵和这个国盟是个别拿下了17个 个别拿下了17个 而西盟是8个 我们知道呢目前这阶段呢 彭亨州至今是没有通过跳槽法的 是一再的展颜的情况 所以呢这场补选会为彭亨州政权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就引起非常大的关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下来 长毛山洛和相关 这场补选会 词淡下来 时我们下车的转眼 然后大家下车的转眼 如果下车的转眼 你们下车的转眼 大家可以大戳 under下车的转眼